我最好的女朋友,是在她的好性格上她非常好动 比如说她常常跑步也平常跟朋友出去玩 她也很聪明,虽然她根本不复习,每次她考试考的就学多分 再说她很流行的 实际上在我们的公园,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名字 嗨!你好!你怎么样?我很好!你呢?我很好!你今天要做什么? 除了她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家以外,她也很发明的 她最好好的性格就是她真的性格 比如说,如果朋友拉她的水瓶在庚人,她会看到 哇! 哇哟,你的水瓶! 哦,谢谢! 但是她有一些不好的特征 虽然她很聪明,她一点都不起酒 比如说,如果她有问题,可是一个小时还没准备了 她就放弃了 最后她太淘气 比如说,她只想要喝冰水 如果饮料不是冰水,她就不喝了 这个不是冰水 哦,不是 哦,对不起 啊啊! 在前途上,龙很天才,所以有很多新奇爱好 龙很雄心勃勃,所以他们什么运动队都想起 龙也很健康,所以他们什么巧都打 龙也听东西很好,所以他们跟别人相处的很简单 女朋友跟我分手了,我想要哭 哦,没事 龙也很知道怎么领导,所以他们的态度对别人很冷静 龙也很知道怎么领导,所以他们的态度对别人很冷静 对了 漂亮吗? 哎,就选一个吧 哎呀 为什么你可以扯多一点啊 龙也很傲慢,所以他们对别人不真心 如果我输出,我会给你我的手机,但是我不会输 我觉得我的性格不是开朗的 今天你想要做什么? 今天你想要做什么? 我想的女朋友跟我俱量很像的 在俱量上跟我相处很好 也真心的人最重要 再说如果他们的爱好跟我一样的,就很好 我喜欢打篮球 哦,我很喜欢打篮球 我也喜欢打篮球 好吧,那我们去打篮球 如果他的星座是老虎的 他会尊重别人,也会很勇敢的 他还会有另外的好处 比如说他会很轻轻,也会很可靠 因为我可靠你,我给你个Porsche的钥匙 谢谢 再说他会有很好的决心 虽然你打篮球打得很好,我可以赢 老虎的星座也有富好的俱量 他们会很直视,也会很倔强 我很渴,我可以喝一点水吗? 不可以,这是我的 好棒 谢谢 谢谢大家